哈喽大家好,我是娱乐新闻小编娜娜 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男神玄冰 日前因为玄冰与孙艺争合作浪漫爱情剧《爱的迫降》再度成为热搜 玄冰成为大家的理想型,男神的过去也纷纷被起底 最近也有网友翻出玄冰过去的故事 玄冰家世显赫,想当演员却被父母阻止 最后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电视剧顶级男神 还是拥有135亿身家的高富帅 不少网友都说玄冰本人的故事根本比韩剧还要精彩 不管是秘密花园百货公司社长 或是爱的迫降高官儿子 玄冰演出这些高富帅都没有违和感 其实玄冰本人也是个高富帅 玄冰爸妈都是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 虽然不到财阀等级,但家世也算显赫 之前玄冰就说过,他家里的亲戚都很优秀 有读首尔大学的哥哥,还有法官、检察官等 亲戚们都很厉害 玄冰从小也学到了各种才艺,像是游泳、钢琴和书法等 看来妈妈很用心在培养他呢 因为家人都很优秀,玄冰的演员梦受到了阻碍 爸妈从来没想过玄冰会跑去当演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爸爸激烈反对玄冰进入娱乐圈 甚至有传闻说,玄冰爸爸说要毁掉玄冰上的戏剧班 这情节也太像韩剧了吧 不过爸爸后来也退了一步跟玄冰约定 只要他考上韩国中央大学戏剧系 就不会再阻止他当演员 虽然玄冰最后成功考上了,但过程也很辛苦 中央大学戏剧系在韩国非常有名 对于分数和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玄冰能够考上,遵守和爸爸的约定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玄冰从学生时期就可以看出大明星的潜力 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四处开始掠夺上女星了 之前有节目去采访玄冰从小到大的同学 他们透露,玄冰出道前就已经有了粉丝后援会 搭公车时也会有女生对着他尖叫 高中女生之间的人气投票 玄冰甚至赢过当时很红的偶像团体HOT 玄冰高中时读的是男校 根据同学透露,整个江南区、松坡区加起来 没有不认识玄冰的男生 不过看看玄冰时代的照片就能明白 为什么同学们会对他这么着迷了 玄冰的帅根本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啊 玄冰出道后其实走得蛮顺遂的 玄冰出道一年就以电视剧爱尔兰得到NBC最佳新人奖 第二年就以我叫金山顺在全亚洲爆红 虽然名气来得很快,但玄冰一直都没有忘记出新 玄冰成为电视剧顶级男生后 玄冰却选择勇敢面对 这一系列的行为真的是帅到不行 之前韩国节目《听见传闻秀》曾经曝光玄冰的财产 记者估计玄冰身家至少有135亿韩元 约台币3.3亿元,是真正的高付帅 玄冰在2013年曾获得储蓄奖 他自己就说他的收入主要都交给爸妈管理 出道十几年来存下约台币1亿,真的是很厉害 玄冰从梦想受到阻碍,到最后一步步成为身家破亿的高付帅 即使是这样的地位,男生还是低调到不行 爱的迫降前阵子完美收官 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制作方以捐款1.3亿韩币的方式 代替了奖励员工旅行 顺一针自己也捐了1亿给灾情最严重的家乡大邱防疫 而近日就有韩媒爆出 其实玄冰在上个月也已经捐款2亿 却低调到连经纪公司都不知情 根据韩媒报道 玄冰在上个月末通过社会福利共同捐款会爱新果实 作为防止新冠病毒扩散的捐款 捐出了2亿韩元 据悉,玄冰并没有告诉经纪公司捐赠的事实 而且他还嘱咐捐赠会方面不要对外界公开 因此此次并未立即曝光 直到最近确认事实后才被公开 据悉,玄冰打听了捐赠处 然后偷偷地进行捐款 而此次的捐款将用于为 弱势阶层购买口罩及消毒剂等防疫用品 其实一直以来,玄冰都是这么低调的实践捐赠善举 去年,他不仅为江源道伤火受灾重建捐款 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有在为艺术体育领域 有才能的低收入成新少年捐赠善款 还获得了高额捐赠者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除此之外,玄冰也参与了国际救援开发NGO 救援儿童联合会和婴幼儿教育中心的支援事业 为设立学校积极进行支援等 坚持不懈地做着善事 总是低调形上的欧巴实在是太暖了 完全是粉丝的骄傲 看来玄冰不只拥有帅气的外形 实力眼睛,还有颗善良的心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也没有不好的绯闻过 看得出来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 只能说玄冰真的是美好到太不真实了 看完报导,你是不是也被玄冰圈粉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